一名海军星期一在宏图坎海军基地内的体育馆观看球赛的时候 遭人怀疑比中止而被对方的球迷痛殴一顿 导致他的脸部、肋骨、颈部和头部受伤 必须在海军医院求医 那警方证实从制造骚乱的角度来调查案件 曼隆警区主任摩哈莫诺丁发文告指出 警方星期二中午12点53分 接获26岁的男性海军投报 指自己在赛场被人诬陷指中指 还惨遭围剿结果遍体鳞伤 根据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 多名身穿体育衣的男子叫骂声不断 多次你推我几场面相当的火爆 警方原引刑事法典147条文 从制造骚乱角度立案调查 罪成者可被判监最多两年 或罚款或两者兼施 十五年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